前女子團體F4的團長Fanny 在解散後演藝事業還沒斷 日前完成減重計劃 有著人人呈現的好身材 但也因此帶來困擾 曾經接到一通張姓男子來電 暗指她從事性交易 氣得提告 本名劉樂妍的Fanny認為自己 遭到污衊 控告對方性騷擾及恐嚇 但檢察官認為使用假名的 相信男子沒有加害意圖 恐嚇不成立 讓劉樂妍相當不滿 不成的話那可能 檢察官有說我可以跟他 告他明示 因為他讓我心理上 就是的確不舒服了 對此Fanny表示會再想辦法提告 並且提出10萬元賠償金的方案 要將性男子付出代價 畢竟暗示藝人從事性交易 在演藝圈相當敏感 記者葉瑋玲 陳如群台北報導